大家好,我是Dave 新加坡的一名房地产中介 我是专注做新加坡新楼盘的 在新加坡如果你买一栋新的楼盘呢 我们是用 分阶段的来付款 然后在新加坡呢 我们是可以用现金 公积金,CPF 还有这个贷款 那么哪一部分是需要用现金 哪一部分是可以用贷款的呢 今天在这个视频我会向大家好好的解释一下 现在我会用一间140万的一室一厅的例子 来向大家解释 贷款呢我们就拿30年 然后是75% 所以呢我们的25%呢就是我们的首付 在这25%呢 这个5%呢一定必须要是现金的 所以呢如果在这个样榜房呢 我们选定了我们要的单位 就要在现场 支付5%的支票 发展商收了你的支票呢 他就会在现场给你一份文件 他叫做OTP 然后呢在两周之内呢 他就会把一份买卖协议书呢 就寄给你的律师啦 那么律师收到之后就会通知你到律师行签名 有时候是两周之内 有时候呢在四五天后他就会把它寄到你的律师行了 所以在你签名那天呢 你就算两周 这两周之内呢你必须要还你的这个买价印花税 不过大多数的时候呢 在你去律师行的时候呢 那个律师就已经叫你准备这4%的 如果你是用CPF的话呢 你还是要给现金先 他过后呢才会从CPF那边呢 再把它转成现金还给你 然后这些文件啊这些手续呢 就会在八周不超过八周呢完成 然后你给的这个印花税呢 你还要给这个15%的 剩下的首付 那个也是可以用CPF或者现金的 然后除了这些呢你当然要给那个律师费啦 大多数的律师费都是3000块 然后呢你的贷款也是要给一个贷款印花税 那是500块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在你到这个样板房之前呢 最好就是先去做一个 贷款的评估 找一个banker来跟你做一个评估 这样你才知道呢你可以贷款多少 这样的话你才知道你应该选择的是哪一种的 这个公寓来买 因为在新加坡啊 的公寓呢有些是在 比较偏远的就是那些 20多区的 可是有些呢是在第9区第10区第11区 大多数呢 如果说好的 地区呢就是第9第10第11区 还有一些第2区的 所以呢 为了不要让自己失望呢 最好是先做好这个 贷款的估计 然后呢你才 可以呢有很有信心的呢 去选择你要的单位 如果你那间新楼盘呢 他的第10区 是还没有打好的话呢 那么你在 付了首付之后呢 应该是在6个月后你就会开始 还那个 300多块钱 在这个阶段 你还 这个334块呢 是还 差不多6个月的时间 如果说那个地区已经打好了 那么你在那时候还那个 首付的时候呢 你就要准备还那个 5%的 这个地区的 这个价钱 然后其实是 10% 因为有5%呢 是用现金或者你的CPF 另外5%呢是贷款 然后你还了6个月之后呢 工程呢就会更进一步嘛 所以就开始 还这个1000块钱 1008块 然后再过 一年一年半 差不多到两年三个月的时候呢 你就会开始 还 4095块 这个时候也是差不多你会拿你的锁石了 就是可以开始 慢慢 装修了 然后其实你的贷款呢 以一个140万的单位呢 你的总数是每个月 5142块 这个5142块呢是可以用你的CPF来还的 如果说你的CPF是2000块 然后 你是不打算住而是打算租出去的话呢 在这个第9区第10区的话 一间 一单位 一室一厅的单位呢你可以租到4400 所以扣到来呢 你收了这个租金呢 你还有差不多1258块 这个1258块呢 是可以让你还这个 物业管理费 物业管理费呢 是差不多 350块 如果是拿来自己住 而不租出去的话呢 你在这个 5142块 扣掉你的2000块的CPF呢 所以每个月你就要还 也是还多2142块 希望我解释的大家可以了解 不然的话你可以通过我的微信或者我的电话号码呢 来联络我 在新加坡 如果你是买这个公寓呢 是要来投资 要出租的话呢 那么 你要 小心的选择 有的人是 说 我要出租 不过我要可以自己住的 那你要更小心的选择了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在 这个 选择公寓的时候呢 有一些 嗯 条件呢 是使这个公寓呢 能够收得更好的租金 还有可以吸引到更好数值的租客 打个比方 如果你的公寓是 走到地铁站都很近的 那种 差不多几百米的 就是说在10分钟之内都可以到达地铁站的话呢 当然你的租客就会租客群就会很大 因为很多人在新加坡租这个房子呢 他们都是外国人 而在外国人来到新加坡呢 他们很少会买车子 或者很少有说公司给他们一部车子来驾 所以呢 可以到这个 公共交通 捷运呢是非常的重要 另外一点就是衣食住行 旁边有没有吃的 有没有这个 餐馆呢 不然就是小贩中心呢 还有这个shopping center 百货商场 这也非常的重要的 嗯 另外一点呢就是 这些我所讲的呢都是 啊来 有更好的租金的收益 这些都是会吸引到那些人 所以你的租金收益呢会比较高 可是如果说你是买你的第一栋的这个公寓呢 而且如果是那种很比较年轻的呢 我相信你不可能买了这栋你永远就不买了 大多数的人会在五年可能七年八年后就买出去 所以你要想到我买这栋公寓的时候呢以后我怎么买出去 就像你在工作 如果我跟你说你 做了这份工作你永远都不可以辞职啊 这间公司永远都不能辞职 你会三十的后勤嘛对不对 所以买公寓是一样的 你买的这栋公寓呢 在买之前呢你要做好你充足的功课 你要去分析他 你要做你的homework 这样你才知道以后我卖的时候呢 他能不能容易的卖出去 而且他卖出去的时候呢 他的利润是好的还是坏的 在新加坡啊就算连买这个 政府的主屋呢都有人赚 赚的差不多 几十万的 所以你买公寓的话呢 怎么可以不赚呢 对不对 所以现在呢我就跟你们介绍一些 公寓的条件呢 那些可以使你的租金收的高 然后也是以后呢 好卖的 好现在我用这个公寓啊来打个比方啊 它是一栋新的 楼盘新的公寓 它是在第九区 第九区就是在乌节路那边 这栋公寓呢 他到这个Sumerset地铁站呢是 560米 我不跟你们说几分钟 我告诉你他多远 因为要走几分钟呢是看你们走快呢还是走慢的 然后到这个福康宁公园Ford Canning MRT呢是600米 另外一点就是这个Great World 大世界的地铁站 所以呢这栋公寓他是被三个地铁站给环绕着 然后另外一点 他到这个新加坡河呢 SG River呢 也是区区的450米这样 然后最好的就是呢 这里这些地铁站呢 这个新加坡河呢都会 让你的租金呢收益是非常的高 不过以后如果要卖出去呢 我们就要靠这个River Valley Bremit School 这个丽化 小学 因为这座学校是一种名校 很多人会 很多那些父母呢会因为要让 孩子能报考进这个名校呢 而会在这里附近呢就买一栋 这个公寓呢 我用这个Google Street Map呢大家会比较看得清楚啊 所以那栋公寓就是在 这些建筑屋的 周围 然后你这样走过来呢 就到这个 Sumerset地铁站的 这个 路口处 所以你转过来看呢 这也是地铁商场的路口处 然后最好的是他就是 这个乌节路的 大型的白话商场 你看这条马路呢那个公寓就在这个 马路的这一端了 然后你这样直直的走过来呢 你也到了这一个福康林的地铁站 Forkenning MRT Station 第9第10第11区的公寓价钱是比较高的 为什么 因为他的回报也比较高嘛 如果说你有这个预算的话 我鼓励大家来看这里的公寓 如果说没有这个预算的话呢 那么第8区呢也是非常好的 因为他是在市区的边缘 那么你们要不要看看 在这个第9区 他的公寓的 这个一室一厅的 还有两室一厅的 他的租金可以收多少呢 第9区一室一厅 400多平方英尺的 不给家具的话呢 每个月你可以收的租金是 3800 如果你也提供家具的话呢 是4400或者 4500 如果你有一间700多平方英尺的单位 你可以收6000到6900 刚才那些租金的收益 不是我凭空想象的 是我从市区 重建局8月份的租金的记录呢 来呈现给大家 那么在第9区有没有 比较能负担的来的新的楼盘呢 现在在第9区有一间999的 就是 很像类似永久业泉的 freehold的 公寓呢 他将会在 11月5号呢 来让大家参观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联络我 我现在我先让大家看一看 他的外表是怎样的 这栋公寓叫做 Hugh House 他是在 山坡上 建造的 所以呢 他前面跟后面都没有被阻挡到 视野是 非常非常的广阔 而且他是 做南朝北 所以没有什么西照也没有东照 他的地点也是被三个地铁站所环绕着 然后也是靠近 好的学校 他是一种小的项目有74个单位 不过他也是有一个空中游泳池 然后在这个空中游泳池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乌节路的景象 在他的游泳池旁边呢有一个小酒吧 当然啦 你不一定要喝酒 你要在这边 跟朋友聊天 就是你游泳游到一半想跟朋友聊天呢 想喝些什么都可以在这里 然后你注意看他后面的风景 那就是乌节路 他也是有很多休闲的角落 他的健身房也不小 这是一栋 新的楼盘啊 他还没有 launch了 还没有 啊 推出 所以呢价钱呢 我是不知道他真正价钱 不过 听风声啊 他的一试一听可能是130多万或者140多万一点 如果你有200多万的预算呢你可以 考虑他的这个 两四或者三四一听 然后他这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 是一试 一听再加一 为什么加一呢 这个一呢是很像一个小数房 不过这个小数房呢 可以放一张单人床 所以说你是要买来出租的话呢 啊你买这个一四一听加一的话呢 你可以 以 两四一听的就租出去 或者你是要自己住的话呢 这样有更大的空间来放自己的东西嘛 就像我骑脚踏车 你也看到了 我就可以有一间房间 我可以放我的脚踏车 或者放我的摄影器材 好这些东西 所以 设计呢是非常的 新巧了 因为这是一个很年轻的人设计的 他是符合这个 单身的 或者刚刚出来工作的 或者是非常非常年轻的家庭 小家庭 11月5号呢 将会 开放让人家参观 现在已经可以接受 订阅 就是来订这个 去参观的这个时间 如果你们真的是有兴趣的话呢 你就通知我一下 我就帮你安排一下那个时间 OK 所以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边 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呢 也可以找我 OK我是做新罗盘的 OK Bye